善导大使讲得好啊 善导堂长少人 我们进土宗第二代祖师 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他老人家有一句名言 念佛求生进土 万修万人去 那么他既然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那这个话就是阿弥陀佛亲自告诉我们的 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 可是经文一展开 你首先看到善男子善女人 什么叫善男子善女人 没有恶心 没有恶念 没有恶也 没有恶心 那叫善男子善女人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要向善男子善女人 这一门功课上下功夫 我要做一个善男子善女人 把我所有一切不善的习气 统统统统工夫 那么你念佛求生兼徒 就有把握了 决定得生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那么我们把标准拉下来一点 人不是圣人还是凡夫 这我们要承认 凡夫看人 这是我们世间圣人教给我们 是我们老祖宗教的我们 你每一天接触大众 圣主在家里面 好 这个人很好 你很喜欢 你要知道他的缺点 你要知道他不好的地方 一定冤家对头 处处是回报你的 封刺你的 这个对你是不善 不善人 你要知道他的善处 为什么 九法界众生 你要去找卧人 那个卧人 一个善念都没有的 找不到 那个善人 一点 缺点都没有的 你也找不到 所以 九法界众生 都是善无 混杂的 我们自己也是 我们自己也是 你也能常常想到这里 你的心就平了 所谓是 人非以甚贤 数能无故 故而能改 善莫大也 人 最可贵的 我们一般讲开悟 这个开悟有很多讲法 很多层次 讲到最低一节 最低的开悟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过失 这叫开悟 知道自己过失 再能肯把自己过失 改正过来 这叫修行 这真义修啊 真悟啊 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我们的开悟修行 就要着重 这样的标准 修行再往上提升 然后你就看到什么 看到别人没有过失 自己也过失 那你的功夫就 很得力了 啊 你在这一生当中 超越六道 啊 亡生净土 生净土就是做福 你决定得到 啊 如果 你违反了佛祖所说的这个原则 谭经商 会能大事所讲的 若真修道人 不仅世间过 你还常常看到 你还常常看到世间所有人这个有过失 那个有过失 你违背了 我佛祖的教会 我一直有佛祖教会就不是供养佛 真正供养佛是随顺佛祖教会 那叫供养佛 这个境界就高了 啊 所以我们先要了解 人人都有善都有佛 啊 所以善人呢 善多佛少 啊 佛人呢 是佛多善少 能看到这一点呢 学问 真是有学问 啊 那我们现在一般人是糊涂人 他看人的时候 都是看人的 我善 没看到 其实那人善很多啊 啊 百分之八十善呢 百分之二十是我 他就偏偏看到了百分之二十 他看到了 那百分之八十善呢 没看到 所以他就肯定那是个我人 错了 冤枉人呐 冤枉人有没有罪呢 当然有罪 所以这是现前一般社会大众啊 所所说的 和冤枉人员 也 relação 我现在还没 re triste 可欣人员 不得了 一个我 伤枉人员 不能咱们 那是 大伤枉人员